另外一種硬來就是什麼呢 就像現在律政司那樣 律政司這些就是硬來 說多厲害 律政司這些真是破壞法治 輸打贏人要 他就針對赴湯道火的那宗案 他說對大量有關公眾集會案件影響深遠 非法集結及暴動的參與者 現實中是會不斷走動 有不同的角色 合謀犯罪的被告不一定出現在犯罪現場 例如把風 接載疑犯離開的司機 提供武器的供應商 或者再集結現場的供應商 你狗狗3M啊 狗狗的卡龍 所以他就說有外國勢力介入 八國 早就說了你們不承認 迪卡龍 還有尼敦道加五金譜 拘捕淘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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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還有外國勢力 除了外國之外 又或者結集現場一段距離挖磚的示威者 又例如在現場一段距離才被捕的被告 律政司認為 那天判赴湯道火這個法官 判前不必要地令上述被告的檢控難度大增 我教你律政司很簡單 全部給蘇文龍判 不用 6月16日大遊行 那時候應該大部分人都沒有戴口罩 可以拉到我 全部都有樣子 我相信 抓到他 6月16日 6月16日 200萬 200萬 100萬 103萬 200萬01 這兩天的由 大部分都是沒有戴口罩 這些都可能是共同行事 什麼可能 絕對 絕對 跟回天哪全部都抓到 200萬人排隊慢慢審 開了幾個監獄 不用慢慢審 掃文龍一個審 一個審 可能你對於郭佩帆 對於閃國林來說 他覺得律政司的質疑 是呀 不是呀 合情同意 不是呀 如果你這樣 你上次的郭官 他這樣判法 後面那些案件還要審 這樣的時候 我又會問回頭 如果真的像律政司這樣說 將這些定義 是不是在犯罪現場 他是不是把風 他是不是接載疑犯離開 即是全香港的的士都很有嫌疑 地鐵 提供武器 還有巴士司機 提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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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 現場一段距離 又在掘磚 當然掘磚本身的這個行為 我不覺得 你掘磚 你就算不暴動 你也可以告他破壞公民 破壞公民 其實看你怎麼說 其實你大可以告他破壞公民 你是要告他暴動 因為你要告他暴動 一直以來 在現有的法律底下 根本你要告一個人暴動 其實就是很難的一件事 你起碼要在現場 還有你宣布那裏是暴動 還有他真的有實際參與 當時的一些行為 其實這個是我們一直以來的理解 沒有一早已經退翻了 其實就是當初連初一 連初一已經退翻了所有的事情 是啊 為什麼他當初一那天可以這樣 你問一下范國威 問一下民主黨 我無心編思的 但事實上 你去香港解成這樣 你就是經過了這一段過程 聽回我們2016年的節目 是啊 所以如果要確保到這樣 你一般的香港人都要坐牢 是啊 參加過遊行的都可以抓我坐牢 是啊 你只要今天你告訴我 當日200萬人遊行就是非法集結 嘩 如果要這樣說 有排拉啊 你去到這樣說 如果我們吃黃店 那間黃店是捐錢給612的 支援抗爭者 都可以抓了 協助犯罪 協助罪犯 是啊 都可以抓了 幫助食客抓 那可以了 香港島的人就搬走 香港島就用來做監獄 就差不多了 其實可以的 你這樣設定一個標準 我們可以知道條線在哪裏 我們可以知道怎樣去守法 對 對 你應該要做到這樣 一個極權的政府 我不是說極權不好 一個極權政府應該要這樣做 對 剛剛我們也說過 他不是要資本主義 又不是要社會主義 我只不過要自由 極權之一都要自由的 你只要告訴我 你自己的紅線 你說清楚 你的紅線 你的法律不要動 沒有理由 那我就在那個框框拿自己的自由 你最慘的是 現在有些案件 那些訊息差不多 可能有些雷蛇筆 一個就判有罪 一個就判有罪 沒有罪 你的線在哪裏 為什麼官判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 我覺得律政司 為了條線不要動 法律不要動 全部都給了蘇文龍做 沒有錯了 那就對了 那我就知道怎麼受罪 還有律政司 以我所知 就是本身有很多人 全部都交給一個人做 正如是說的 對 那找證據寫這個落口供的 全部都交給一個警察做 對 就是鎮忠做 對 那條紅線就不會走殃了 對 那我們就知道怎麼受罪 對 因為你要知道 你作為律政司 你要求法庭 對於合謀罪犯 即是重新給你一個定義 其實 我覺得是什麼 他這個戰狗格的程度 你是知道是沒有可能的 是 什麼叫做把風 什麼叫做接載疑犯離開 那個的士人說他上我的車之前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裏 你不 是啊 他當時戴上頭盔戴上豬嘴 我怎麼知道他去哪裏 不是 我叫他下車說我他在 等一下我叫他下車 原來他告訴你警察 這樣 那我就含了 把風 怎樣為之把風 怎樣為之把風 我等同女人過馬路 算不算把風 然後他說 有警察來啊走 我只說這句話 我是不是把風 或者不用趕走 嘩有警察啊 嘩有警察啊 對呀有警察啊 當然沒有警察啊 我說這一句話 我又算不算把風 半六年了 嘩有狗來著 所以 那三隻 那三隻字蛙蛙 所以 所以 如果去到這樣的時候 那又是變回 每個人身邊總有一個人被抓了 對 當有什麼事的時候 就算他不知道 改變了好不好 他都會起床做一些事情 最可賤的是 我想你講的那種說法 你都要經過一段時間 才可以體現到 現在很快 很快 很快 我講笑的經驗 可能一開始 六月七月八月的時候 都是你看到很多人被抓 但是你身邊朋友沒有人被抓 對呀 去到十月十十月 開始 有了 有了 好像有了 雖然不是很密集的 但可能是 朋友的男朋友 朋友的女朋友 不要說要抓 有時候突然在電視上 他在封鎖線裡面 為什麼 是啊 沒有試過求救 喂 找電視上 找電視上 就算你最後知道他沒有被抓 但你也看到 原來他曾經有過這樣的情況 對呀 你身邊總有無端端會有人 去到當時極權最嚴重的時代 每個人身邊總有一個人被抓了 怒改也好 坐牢也好 去到這個時間 歷史的齒輪就越轉越快 記住 在政權眼中 這群當然是罪犯 壞人 壞人 但在我們眼中 他們這群 未必是壞人 我不敢說是好人 首先是政治犯 我是的 我不排除有人是混水摸魚 首先這群是因為政治事件 社會事件而被判刑的 在我眼中都是政治犯 是 你說好人會壞人 我就不敢去區分 他在一個社會上 很簡單 一個正常的社會裏面 犯了法 那就壞人了 大家都是這樣 我也說 我將一個打算殺死我兒子的人 一刀砍掉他的頭 你不會覺得我是壞人 法律是裁定了你 不是這樣說 被你砍頭的那個 他的父母會覺得我壞人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都相信法律 不知道為何這幾年 法律衝擊得我們這麼厲害 其實我從來都要懷疑法律 你小時候不會懷疑法律 是 剛剛 你看一號黃庭你就知道 你到現在 就算你可能是 在哪些地方的人會懷疑法律 就出極權社會才會懷疑法律 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裏面 就算誤判有很多誤判的案件 雖然你損失了十幾二十年的自由 他都可以推翻翻案 政府要賠幾百萬美金給你 或者幾千萬美金給你 差點不記得這一宗 還有一宗 第一條紅線 剛才說律政司上訴 其實包括黎智英那宗案件 是的 先說完那個 黎智英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我想問這張圖 為什麼這麼恐怖 在2017年參與六四集會期間 被指在維園內恐嚇一名東方日報男記者 他本來在今個月的三日裁定罪名不成立 不過律政司今天決定就案件提出上訴 我也記得 當日黎智英說過 甚至乎他說過什麼話 我也記得 他指著東方日報 我搞定你啊 至於搞什麼 就不知道 還有結果有沒有搞到 也不知道 我相信應該沒有 應該也沒有 否則判了他 這頭黎智英說 搞硬我 那頭我真的被人搞了 屁股 東方不帶頭版 就是了 七號外 結果當日法官所判的 他們也覺得 當時這個男警者的證供是不可信 我不知道他在說哪方面不可信 因為 我搞硬你啊 這句話 全香港人都看到了 因為有拍到的 有片的 東方日報是有片的 有片的 至於中間有什麼事 令到法官敬為 那個記者的證供不可靠 而 將黎智英判無罪 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問題就是 律政司 就決定將他上訴 我就覺得 你就太過擺明了 還有我覺得這件事 其實 可能是誓誓的 其實是誓誓的 你不需要上升到 這麼窮追萬彈 我作為一個律政司 你不需要這麼窮追萬彈 就算是告得入 你可能真的罰款了事 甚至乎可能還贏 是這樣的 但不了 其實我覺得如果黎智英接受 庭外和解的話 就和解了 玩什麼 真的不用錢 還有你說什麼 黃俊陽小提大眾 那你這些律政司 你是不是小提大眾 不不不不 不要把他們兩個 拉過來說 我講小提大眾 你這些算不算小提大眾 這些這麼小的案件 但我覺得 為什麼小提大眾 那件事 公共利益 公眾利益在哪裡 當你要提上訴 零 你一定要跟公眾利益有關 你現在就很明顯是涉及黎智英和東方日報的這個男記者的私人恩怨 你錯了 是涉及國家的利益 我唯有是這樣解釋 如果不是你說純粹這些糾紛 這些糾紛 不需要出動你們律政司這樣上訴 如果是 你當然是 你關係到國家的利益 才知道 這些律政司上訴就是花我們錢 是啊 我不介意 快點把他寫完 繼續 為了國家的利益 當然要上訴 我看到黎智英這些 美國狗 冷靜一點 美國狗 胡錫進上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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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狗跟我們中國不妥的 現在這一刻 對不對 跟你窮吹慢打 我打不到你美國 唯有打你黎智英 對嗎 搞不到美國人 就搞香港 沒有辦法 阿黎先生 對不對 聽到聽到聽到精神分裂 我做都做到精神分裂 我也不知道這情況是甚麼 其實很辛苦 因為當你在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我站在哪 當你在黎智英這件事上 窮吹慢打的時候 你又聽聽這宗案怎樣判 當日 有個叔叔拿著把刀 刺了長毛一下 不是那個不是刀 是那個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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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本能作的那個 嘩 那個叫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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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認罪 或者發橙 所以你說 有時候認罪未必會更 他認完還不止 有槍我也打他 是啊 他告訴你 我跟法官說 幸好你沒有 幸好你沒有 不是長毛這樣打 那就不是 在於我們來說 真的不划你沒有 哈哈 就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長毛又不止死 長毛不死 香港不生 都不關事 一打完一打 一打完一打 師徒說就死了 現在變成怎樣 就是死得遲 怕國安聽到這個節目 藍到黑 問題也是在這裏 問題也是在這裏 問題是在這裏 這個老翁就說 我刺傷長毛是為香港出頭 老實說 如果我作為 我是 男律師 這樣說 其實你正常來說 你都不會 你都不會夠膽 你都這樣說 等下你上道庭 你剛剛那一句說得好 你上次那星期不是跟我說 你說這個行為是為香港出頭 說得好 照應這樣跟法官說 但問題是 那個律師經常都想不到 他連有槍我拿過來 他都說了 但不要緊 最重要的是 法官喜歡 如果作為 我 不要說你是不是廢人 如果我作為一個男的 我捅長毛 有個男律師說 這句說得好 為香港出頭 所以捅長毛 我作為一個被告 雖然我是男 我都覺得 你不是試我嗎 但他真的說得出口 你這個80歲 這個黃心球 我當他讀書少 我根本什麼都相信你律師 這個固自然 還有何必要介紹 我當你是律師 其實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應該有 如果是有律師的話 我覺得這樣 律師見到這個裁判官 都是那句 自由發揮 行了 你隨便說就行了 你想講什麼都行 大家上網就可以看到這個裁判官 出一國 出一國 他也稱讚這個伯伯 熱愛社會 熱愛社會 又是和歌詞那個 熱愛社會 斬雙那個女記者 那個在連龍場 在將軍佬連龍場 也是這樣 不應該說 那句都說出來 什麼愛社會 他吉雙長毛為香港出頭 如果 因為你同一個標準 我為香港出頭 而扔出那個汽油彈 是否同一個狀態 其實 如果當作那次何君堯被人戒掉 那次他那個 是不是也是 要外社會 問題就是 可能 你就要看法官跟你說 721不關何君堯的事 現在跟你說 現在嗎 所以 不過也是這樣 麻煩你一會就找這些裁判官去判 你不要就雅士一樣 蘇文鴻有個盤 200萬單 是 鄭紀行 鄭紀行 鄭紀行就只是審藍好了 蘇文鴻是審王 不是男 是男人 就是審男 是男 是男 審男 審男人就好了 不要審女人 因為曾經 大家上網看 哎呀 我想起 嗯 他就說 藏有48條索帶是惡霸 這些不是 這些也不是 最低那個 新元閱讀 鄭紀行六年前處理一宗 乃腳底非禮案時 問辯方女大狀有沒有試過被人乃腳底呀 始終對方向平基會投訴性騷擾 那最後結果是怎樣 沒有過啦肯定 我這樣聽我也覺得這個女律師 女大狀無過 我也覺得是 腳膠有什麼奇怪 就是 乃腳 我問一下你有沒有試過 乃腳不跟腳膠 不是呀 巴膠腳膠那些膠 哦 OK 對不起 我以為用腳性膠 不是 不是 出奇 這個社會撕裂到這樣 腳膠也要咬 腳膠也要咬 這個社會真的撕裂了 這樣 哎 你明白 用噴質損壞 不小財物行為 令人自私 OK 這些就充滿愁慨 是 那時候宣揚暴力 是 48條塑膠就在我爸 哎呀 就很厲害 就是標準在哪裏 所以 所以 不是 我是牛爸誠意 所以如果他去判 那我們就知道標準在哪裏 如果有些 譬如當歐美民主國家的法律人士過來旁聽的話 所以 我想只有一個評語就是 unbelievable 所以澳洲的中審法官就辭職了 對 最初就以為是這個 炒的 但事實上就 印證了 不是的 他自己離職的 是 其實都沒有分別的 對我來說 就辭職了 就說這個 和這個 港版國安法內容有關 澳洲廣播公司記者就說 施國文就說 林鄭聲稱香港沒有三權分立的時候 他就翌日辭職了 特首辦還沒有提及施國文辭職的原因 是 走吧 對 真的不要留在這裏 你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事情 做不到事情還好像助就為虐 是 不是的 你最慘的是我做不到事情 到頭來再搞到尾 你不就好像剛才 這個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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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ür 他 4 我 peng utter 小心 你判了沒罪 沒罪就沒罪了 下次告他輕一點 亂泡垃圾容易進去 所以說你找蘇文龍鄭紀雄那些 兩個搞定 再加上杜浩誠